來 想像奮力拿分 場下熱情加油 一年度阿里山鄉運動會 從3月1號開始 一連三天熱鬧舉辦 不少青年就特別請假回鄉來參與 而剛在2月結束戰績 Miasvi的族人 也利用鄉運的時間 活動堅固也聯絡感情 Miasvi的鄉距就是 因為它是儀式 所以可能會比較莊嚴慎重一點 那鄉運的話就是會比較開放 比較活潑一點 那大家可能心情上會比較放鬆 我覺得大家的實力都相當 就是這個比賽就大家切磋切磋 然後凝聚年輕人的力量 就這個時候回來以後 大家全部都聚在一起 然後每一個人的士氣 跟那個凝聚力很強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村都是贏家 鄉運內容除了包含球類 田徑以及傳統記憶賽事 也善用體育場旁邊的 文化中心空間 進行免費的傳統工藝製作課程 由在地的講師指導 帶著族人一起製作皮雕作品 動會是民政客 因為民政客的業務要包含文化 所以說他們有想說利用這個文化中心 我們結合我們的文化的活動 我覺得很好玩 然後就是說還可以從裡面就是 知道說就是從皮面上面 然後得出那種奇妙的花舞很愉悅 無論在場上奮力為部落爭取榮耀的族人 或在場邊加油的親友 還是專心製作手工藝的鄉民 都讓人深刻感受到阿里山鄉的文化底遇 跟生機勃勃的火力 那是老報的嘉義 阿里山採訪報導 不 用 過 十 好